迫程沙迹 一群上網漂亮 快攻殲戶 回到四六位 沙迪斯 很輕鬆 超收叩殺 講回紅白衫的古巴隊 其實兩年前的邊科佬 基查是上來的 但是他接了一群 去年在瑞士杯 當時日本派二隊去打 都拿到一個冠軍 那時新窩里沙 和中道塔 是打正義冠軍 中道塔這個球 就大貪了一些 如果他走一步 趁著下手鬥起 就沒問題 但是他想去到最問的一刻 才決定做什麼戰術 這個球一浪起之後 最問的一刻才過來 還想升個漂亮的球 二號的巴勒斯套 又不知道在後面 又誤會情況下 又不起來了 好 慢慢來 先放進來吃 分過來四個位 揍手了 對著二號的中道塔 直接在手頂打下去 超手進攻 就是他們一號的沙拉斯 看回沙拉斯 這一個 有這麼多飛球的性質 聲短了 朝地過去 鬥得不錯 開網扣殺 好球 這個球 控得不錯 染護很重要 剛才看到日本隊 憑著中間的染護 利用了立體進攻 自高行空 對著就是對方二傳手 早就站在左邊 也有一個機會考慮 好了 完全沒有染護 純粹只有位子跳起 是高等 好了 三個好嗎 第一傳到的 球就埋了一些了 但是對著二號的 中道童就不拍近 看看怎麼分 分回來就是後排 好厲害 這球後排 快攻的球員 受傷的機耳去打 不對 一號的沙拉斯 就在後排一號位 前一年 就開了一些 叫做扣球式的拍球 跳得挺高的 現在就開了 類似是跳票的形式 開到第二次記者暗停 無古巴隊領升級 就是16比12 都是一個超手扣殺 雖然就調了位 五號的大友愛 在二號位就難忘 對這個波多尼國 贏了一波 今天 將會 還有明天 對泰國和阿根廷 好了 沙拉斯 這個四個位的轉線 隻線的 就是主動的暫停 但是這個是習慣 正義教練 很多時候 在繼續暫停之後 如果讓對方 直接拿到一分 防返分 或者拿到一分 就會 可以簡單的 上手平壓球 大友愛的扣殺 好東西 飛身 搞得不錯 再拼回一號的沙拉斯 這個波是緊緊到位 擔心自己的隊友 直接硬下去 其實已經是贏了 有時候 真是在球球發力方面 新導師 穩陣的 升回四號位 馬薩利斯 對著 就是對方中東突 知道 主動點去拿 就更好 同樣都是一個超手勢扣殺 已經換出 手上的帽子 就難忘了 但是高度 一樣是有 看到10號 沒錯 在進攻方面沒有問題 如果發球方面 古巴隊 你要一些後備的球員 出來幫忙做發球 比較好一點 比較完整一點的 在後備陣容 可以找一些叫做 特殊的球員 侵入去 好 16層 我們說的不重 但是主要線路變化 還有打得較為平 好球 好像音樂三重咒 前面一個是近身快攻 後面一個就是錯位的疑點 不再遠一點 就是一個四球 好球 真是 其實升出來也是一個長球 不過呢 Match Point 總統 回到後面 大友愛 維麗 對 四個攻擊手 不配兩個托球手 經接應二傳